之前有些朋友就想我介紹 返大陸喝茶的選擇 不過我其實好老實說 可能由小到大吃慣香港的茶樓 我就覺得大陸的茶樓 好多點心都做到不是太合我們香港人的後味 而且其實在香港 都不難找到一些CP值非常之高的 舊式點心店 我在中西區片裡面都曾經介紹過兩間 在這裡就不重複介紹 不過我既然有朋友提出這樣的要求 今次就來幫大家試一試 一間近年在廣州 和深圳非常火爆的茶樓 話說這間茶樓我在第一次的 廣州之旅已經有留意到它 佳恩去吃新太洛那時 帶我去吃的那位土生土長的廣州朋友 就說廣州近年有一間茶樓 冒起得非常快 短時間內開了很多間分店 而且價錢還要比其他茶樓貴少少 不過他吃過我幾次 都覺得那裡的出品非常一般 所以真的不明白為什麼這間店這麼多人去吃 其實我本身都想著 在一次廣州之旅的行程裡面 抽空去試吃這間茶樓 不過奈何廣州實在太多好東西吃 而且這間茶樓在深圳都有分店 所以那天就捉了阿耶 一起過去他深圳的第一間分店 試一試他那裡的水準 這間茶樓就是點都可以 為何這間茶樓可以在這麼短時間 做到這麼鬼火爆 我就覺得一切都是因為他的營銷手法做得非常好 首先他明明是一間開了五年左右的茶樓 不過創辦人就聲稱 他的家族由1933年 已經開始做餐飲生意 所以怎樣都可以就說自己是源於1933年 其次他又聲稱自己是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育單位 其中兩款點心蝦餃和叉燒包更加聲稱是非為作品 這件事我查資料查了很久 終於發現這兩款點心的確是被列入非物質文化遺產 不過不是聯合國 亦都不是國家級 甚至他連廣州市級都不是 而是只是月秀區的區級非物質文化遺產 據聞他在申請的時候 還被一些廣州市民質疑 他的叉燒包有什麼資格代表廣州 不過他既然說到自己的叉燒包那麼霸 所以那天我們就叫了一籠 從一個香港人的角度 嘗一嘗這裏的叉燒包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吃 不過我老實跟大家說 我和阿姨都覺得 從來都沒試過吃過這麼難吃的叉燒包 第一就是他的包是比較實的 不是太鬆軟那一隻 第二就是裡面的叉燒餡 不單是非常之小 而且比較乾身 雖然我懷疑他真的用叉燒來做 不過那些叉燒是對得非常小 所以吃下去你完全不會覺得自己是在吃叉燒包 所以我真心覺得 這個叉燒包真的十分之難吃 相對而言他的蝦夾水準就真的不錯 我們就買了比較新穩的 雞湯四色蝦餃 所謂的四色其實就只有層皮不同 加了不同的汁下去搓 造成了不同顏色的皮 不過又要好老實說 除了橙色的南瓜皮 我是吃得出真的有少少甜點之外 其他三隻吃下去都沒有什麼分別 而他的雞湯味道都好像淡到水一樣 所以我就覺得這些都是堅明的 不過裡面的蝦就真的不錯 夠爽滑打牙 而且層皮也不會太厚 可能是由於有些雞湯浸著的關係 吃下去就不會有那種張住口的感覺 所以整體來說這碟蝦餃真的不錯 讚完之後就繼續踩 先來講講這個完全沒有榴槤味的 泰式冰榴槤 這個冰榴槤是用一隻很薄的皮 包著一大塊奶油 但是奶油是沒有榴槤味的 所以吃下去你只會吃到奶油味 完全吃不到榴槤味 接下來就講講這個 陳粗浸鳳爪 這碟東西買了三十元 但其實就只有三隻雞腳的份量 而且吃下去也不是非常爽脆的一隻 所以又是好爽脆 這個鮮蝦紅米腸 是很多大陸茶樓常見的點心 做法其實就有點像 我們平時吃開的春風得意腸 是用紅米組的粉皮 包著類似春卷的物體 做出來的樣子就四四方方 賣箱就一百分辣 不過吃下去又是不一般的 春卷皮比較硬了一點 不太多脆 而裡面的蝦肉也不夠爽口 趕到喝茶 除了蝦餃之外 燒賣也是一樣必要的點心 但這裡的燒賣感覺上 就跟香港的做法很不同 裡面的肉咬下去是很大顆 也吃不到其他材料 不像香港平時吃開的那些 是切到細小顆 搭到起膠 然後再跟其他材料混在一起 哪樣好吃一點就真的很見仁見智 不過我始終吃慣香港的味道 所以就覺得香港的好吃一點 另外面頭的蝦也是滿滿的 總括來說我覺得怎麼都可以的野食出品 只是一半半 當然不排除是有些野食的做法 是跟香港的不同 所以我們吃下去就覺得怪怪的 而價錢方面 我們那天點了六碟東西 總共是一百九十二元人仔 為港幣差不多二百四十元 這樣的價錢其實在香港 都不難找到一些高質素的茶樓 所以我們就不建議我們香港人 特意去深圳吃啦 好啦今集就來到這裡 明天我們再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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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